咱们书接上文继续来讲马岛战争 上一集咱们说到英军轻松收复了南乔治亚岛 并建立了前前衔补给基地 那么接下来双方对抗的焦点将在福克兰的周边海域展开 其实自开战以来 英军就面临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由于缺乏B-5这枝长城轰炸机 导致它们没有足够的火力 可以投射到万里之外的福克兰群岛上空 而为了提前削弱岛上的守军 英军指挥部利用手头现有的武器 制定了一个脑洞大开的黑公路行动 当时皇家空军普遍装备的是 50年代服役的火神轰炸机 其最大航程只有4000多公里 而从阿森松到福克兰 单程就有6000公里 这意味着它必须得进行多次空中加油 可是纳斯它们的加油机也同样不进入人意 通通都是用胜利式轰炸机 改装而来的半吊子加油机 由于航程有限 这些加油机在执行任务时 同样也需要别的加油机为其进行加油 如此算来 每两架火神每执行一次任务 就需要用到11架加油机进行支援 为此而导致的后勤压力增加 自不必多说 更为重要的是 任务的复杂度被大为提高了 不过英国人显然还是克服了这些问题 5月1日 第一波火神轰炸机袭击了斯坦利机场 之后英国人又执行了四次相同的任务 这场突袭的往返距离 共12,520公里 需要花费16个小时的时间 是当时的史上最层层轰炸 这一记录直到1991年海湾战争时 才被美军从本土起飞的B-52轰炸机打破 从事后看 黑公路行动取得的战国有限 仅仅是部分破坏了岛上的机场 并没能完全阻止阿根廷空军的行动 不过它还是多爱展现了英国人的决心 并且让阿根廷军政府感受到 没有哪里是安全的 遭受空袭后 阿空军紧急将换引三战斗机 调往本土机场 以担任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防空任务 这样也就从侧面起到了 牵制阿国空军的作用 其实从这里也能看出 因阿两国的装备没有太大的差距 火神钥匙与幻影天心相比 基本属于同一时代 但在后期能力和组织度上 英国人明显更胜一筹 对武器的运用也自然更得心应手 然而 黑公路作战只是英国打击 阿军士气的第一步 与此同时 在南大西洋冰冷的水下 一场更大规模的猎杀行动开始了 根据美国和德国提供的情报 英国海军掌握了阿军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巡洋舰的动向 4月30日的时候 他正在福克兰群岛进行区的边缘徘徊 该舰其实就是美国海军布鲁克林级新巡洋舰的凤凰程号 在1946年退役后 被卖给了阿根廷 后来他进行了两次现代化升级 安装了新的荷兰雷达和英国的防空导弹 不过他并没有配备圣纳 现代化的反显能力几乎为零 阿根廷人自然也知道他这个弱点 所以专门拍到两艘装备圣纳的驱逐舰为其担任平衛 只是由于贝尔格拉诺已经有43年的舰铃 舰上各种部件磨损严重 机械噪音非常的大 为了搜寻潜艇 两艘平衛舰不得不夺得远远的 以避开震耳欲容的噪音 而这也就为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5月1日英国海军征服者号攻击核舰艇 率先发现了备舰并进入了攻击阵位 只是此时备舰已经离开了福克兰群岛的禁航区 因此前线指挥官请示萨切尔夫人 是否还要将其击毁 在经过与战士内阁长达一天的讨论之后 萨切尔下定决心要给阿根廷人来一场开门红 于是5月2日下午 征服者号向备舰发射了三枚鱼雷 其中两枚命中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征服者号同时装备了刚刚研制成功的 Mk-2式虎鱼线岛鱼雷 核阿战期间就在使用Mk-8直航鱼雷 因为前者的可靠性不高 所以征服者最终选择的是三枚射身极短的直航式鱼雷 可见当时英国核舰艇距离阿军舰艇的距离 是有多么的近 Mk-8鱼雷在机动备舰后 瘫痪了船上的电力设备 同时爆炸产生的浓烟弥漫了整个船艇内部 而由于他的两艘平衛舰都在较远处执行任务 因此对被舰上的惨状是一无所知 没有及时赶来救援 最终 这时候Mk-8将军曾经的作舰 躲过了珍珠港里日军的航弹 却没能逃脱大西洋底英军的雨雷 不幸的成为了人类核舰艇 首次实战的一个不显眼的助角 这次袭击造成阿军323人战身大海 几乎占到战争中阿根廷死亡人数的一半 相比之下在日后的作战中 英军折损的船只和吨位都要比阿军多得多 但英船殉葬的人数只有不到200人 说明其箭与箭之间的配合 完全不在同一个层次上 这时候12000吨的军舰被击沉后 阿根廷民众自然是愤怒异常 咆哮早要给英国人以教训 在强烈民意的裹挟下 阿根廷军政府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彻底上射了在谈判桌上回旋的余地 当然军方也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在无法探测到英军潜艇的情况下 让大型舰艇出海所敌 无疑于是送死 于是自此之后 5月25日航母及其战斗群 就归缩在港口内 再也不敢到海面上 鱼鹰舰一绝雌了 当然航母不出海可以保船自敌 但重金购买的战斗机 和精心培养的飞巡员 不能就这么闲着 于是舰载的天鹰和超军旗 都被转移到了陆上机场 以陆基起降的方式对抗英军 说到这里 之前有很多观众留言 说阿根廷空军之所以战绩精良表现出色 是因为他们都是纳粹德国教官训练的 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但并不完全准确 二战结束后 四有一批前纳粹军官 被当时的贝隆政府聘请为军事顾问 只不过马岛战争爆发的时候 距离二战已经过去了接近40年 当年那些德国人早已去安度晚年了 而且战后人类全面进入了喷砌时代 战术战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事实上 这时阿根廷空军的主要学习对象 是美国人和法国人 5月4日 皇家海军的一艘四二型驱逐舰 的谢菲尔德号 被阿根廷海军的P-2巡逻机发现 于是 副仇心切的阿根廷海航 立刻派出了两架超军旗攻击机 前驱主机 在接受了KC-130的空中加油后 两极吉地空贴海飞行的模式 不断接近目标 在距离音舰只有80公里时 超军旗突然爬升 并释放了飞鱼反舰导弹 而之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毫无防备的谢菲尔德号 在被其中一枚飞鱼击中后 燃起了熊熊大火 鱼和近似的舰体 不断扭曲变形 于6天后彻底沉没在了海面上 此意造成英军20人死亡 24人受伤 这一艘防空型驱逐舰 为何谢菲尔德号 对来袭的飞鱼无动于衷 有人猜测是因为 舰载的电站系统 无法正常工作 有人则认为是 雷达乌将来袭的导弹 归纳为误报 而随着它长眠海底 当时的具体情况已不得而知 但可以确认的是 阿根廷飞行员绿海飞行 借助水面砸坡 躲过雷达探测的战法 是切实有效的 而这场战斗 也就成为了 现代化反舰作战的经典案例 至此 两军都各损失了一艘 大型水面舰艇 战争开始进入白热化的阶段 不过对于阿根廷方面而言 基层谢菲尔德号 并没能给战争走向 带来任何的变化 由于缺乏反显和防控能力 阿军的舰队依然不敢出海作战 于是英军还是按照原计划 完成了对福克兰军岛周边海域的树心 并将近航区 扩大到距离阿根廷海岸12海里的范围 5月21日 英军两栖部队开始登陆 登陆地点选择在福克兰东西两大岛之间的圣卡洛斯湾 此处四面环山 可以有效的阻挡采用略海弹道的飞鱼导弹 并使得阿军雷达战 无法掌握登陆点的音舰位置 难以实施有效的对空引导 但是 有力比有弊 英军自己的雷达探测范围 也同样受到严重影响 当超地空飞行的阿军战机出现在雷达视野时 留给英舰的反应时间 通常就只有20到30秒了 双方进入到战机对军舰的漏搏阶段 只不过这一回的主角 换成了更加灵活小小的天鹰攻击机 截至5月底 阿军几乎每天都要对正在登陆的英军 发动数十次攻击 在5月25日 也就是阿根廷独立日的这一天 他们出动的攻击批次竟高达200架次 而英军的钥匙战略机性能有限 即便装备了美国人大量提供的响尾蛇飞弹 也很难尽速驱逐阿军飞机 天鹰攻击机无法携带反舰导弹 因此阿军飞行员选择了低攻突袭 加零攻投弹的打击模式 利用岛礁盲区在天亮前趁黑夜高速飞行目标 天亮时则刚好利用光学瞄准性发动攻击 最终以自身惨重的伤亡 换得了继承敌方一艘驱逐舰 两艘护卫舰 一艘登陆艇和继承多艘舰的辉煌战果 当然此时的超军旗也没有闲着 比起英军的护航舰艇 他盯上的是一个更大的目标 二十五日的下午四点 超军旗抵达战区 他的雷达很快发现了三个目标 随机就像其中最大的那个 发射了两枚飞鱼导弹 而这个大目标便是英军的无敌号航空母舰 感知到危险的无敌号 开始疯狂发射诱尔博条 其中一枚飞鱼受到干扰失去目标 而另一枚飞鱼 则把目标重新锁定在了 附近的大西洋运输者号上 一阵剧烈的爆炸过后 这艘15000吨的改转货轮就沉入了海底 与他一同沉没的 还有英军地名部队急需的直升机 这批物质装备的损失 使得登陆的英军不得不重新制定计划 放弃原有的垂直化空运方案 转而采用步行推进的方式 5月28日 英军登陆部队兵分南北两路 南路由闪兵单论主攻 特别周艇团则从彻翼洗脑 经过14小时的战斗 英军占领了达尔文港和古斯格林机场 从路上切断了东岛的阿军 南北纵向间的联系 而北陆军的特别空军团 陆战队第445营 先后占领了道格拉斯村等阿军据点 6月2日 英军完成了对斯坦利港的陆入合围 6月6日 英军第五旅苏格兰禁卫营 在斯坦利港西南方的布拉夫湾登陆 进一步限缩了阿军的活动范围 截至6月10号 英军登岛的总兵力已高达9000余人 前锋推行至距离斯坦利港20公里一线 6月13日晚间 英军发起了总攻 吃热以无险可守的阿根廷入军 集体向英军投降 可能有小伙伴会有疑问了 一意带牢的阿根廷守军 为何不主动出击 将英军歼灭在滩头呢 其实还是上期提到的那个问题 后勤能力不足 由于掌握了支海权 英军得以源源不断的把战争物资运上岛 而空军继承他的舰艇 只是延缓了这一过程 并没能扭转整体的趋势 而反观阿根廷一方 出戏没料到英军会反击的如此之快 因此物资准备本就不足 等皇家海军抵达附近海域 缺乏护航能力的二方船舰 就几乎无法执行诉讼补给的任务了 只能靠C-130运输机 在夜间偷摸摸的向岛上送货 就这点还只是占了 海耀夜战能力不足的便宜 经过一个多月的围困 岛上的一万多名守军 早已是饭都吃不饱的状态了 根本无力与英军决战 只能归书在斯坦利港 祈祷自己家的空军能把英军打败 马岛战争 最终以阿根廷的失败高中 不愿意接受败局的阿根廷爱国群众 在国内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政府运动 最终导致加铁力上将的军政府垮胎 而在英国 伴随着胜利而来的强烈自豪情绪 加强了萨奇尔政府的权威 帮助英国保守党赢得了1983年的大选 如今我们回顾这场战争 可能有些人会为英勇的阿根廷空军 感到扼腕叹息 如果架体里不把飞机派去防守本土 而是把全部力量都集中在马岛 如果飞鱼导弹命中的不是大西洋运输者 而是无敌号 如果战前能够多买一点飞鱼和超军旗 阿根廷能否获得翻盘的机会呢 还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英国人暴露了那么多的破灾 损失了两艘驱逐舰 两艘护卫舰 以及洛干州辅助舰船 却只是正儿八经地干成了一艘老旧的巡洋舰 是不是赢得太侥幸了呢 历史不容假设 但即便我把所有有利于阿军的条件都考虑进去 阿根廷想要打赢这场战争依然非常困难 事实上我甚至感觉在开打的那一刻阿根廷就已经输了 首先是两国的外交实力完全不对等 导致阿根廷不可能在开战后获得任何的进口武器 假天里天真的以为 他只要反一反共就能获得美国的支持 但事实却是美国人坚定地站在了他盟友的背后 至于那些南美周边国家口头上中立 但实则都巴不得阿根廷早日超生 比如智利在战争期间就为英国人提供了大量情报 而这里就解释了为何假天里要把力量收缩在本土 因为他的敌人可不只有大英帝国呀 即便是在国内 只要军政府的权威受到了质疑 比如首都遭到了英军的空袭 那些昔日把他捧为民族英雄的爱国群众 很有可能就会在敌对派系的挑唆下 成为提早推翻他的有利武器 再者现代战争最终是体系的对决 阿根廷的武器并不弱于英国 至少不存在代差 当然这些武器在作战体系下发挥出功效 却并非易事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 5月25日曾经发现过英国禁忌神号的中继 为此阿军指挥官命令航母以20节的速度向阴箭靠拢 准备在赤队黎明时分发动进攻 最近的时候 两支舰队的距离只有180海里 不过由于航母编队的雷达性能 不足以引导超军旗发动飞鱼攻击 所以阿军指号的八甲天鹰挂上常规炸弹 并做好了战斗准备 这是二战结束以来 第一次出现航母编队决战的态势 可是阿根廷航母上老旧的弹射器 只有在顶峰撞架下 才能放飞满油满蛋的天鹰 而此时天上无风 就这样 阿军舰队错过了巨杀英国航母的最佳时机 的确 英国人在战争中犯了不少的失误 但这些失误 最终会被体系化的作战实力所弥补 就如同当年的龙虾兵 拍着整齐的队列 踩着准确的鼓点 顶着炮火和弹雨 一步步的向敌军走去 直到距离敌人60英尺 直到能看见敌人眼中的恐惧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两个国家对治海权的理解 有着天狼之别 阿根廷认为 只要控制了福岛周边海域 就能阻止英军的进攻 而对于英国人来说 治海不仅仅是控制这片小小的水蛙 而是要让从麦哲伦海峡 到多佛白亚之间 广大的水域 都成为女王陛下的海 她不只要控制水面 她要主宰水下 她要把禁区画到你的家门口 她要让你片番不得下海 而且她做到了 那种只能依托 所谓的区域反介入能力 控制靠近自己的那一部分海域 那个不叫做治海 那叫作俭之父 那叫被动挨打 在前面我讲述战斗过程的时候 有一个细节不知道各位注意到没有 征服者继承贝尔格拉诺的时候 因为超出了战区 需要特意寝食首相 而这并不是英军潜艇 第一次向上级寝食 其实早在4月30日 阿根廷航母就已经被 先期进入战争的壮力号给盯上了 只不过 那个时候英国不想过度地刺激对方 这才放过了这艘阿根廷的舰队荣耀 不能看出 整场战争的主动权 始终牢牢地掌握在英国军队的手中 他能决定什么时候打 在哪里打 以及该打成什么样 这才是真正的制海权 所以我才会说 当五月太阳旗 在四堂离港升起的那一刻 这场战争就已经结束了 因为接下来阿根廷能不能赢 完全取决于英国人的决心 而 Mrs Thatcher had 14 hours in which to consider the Peruvian peace plan that was being put forward to her in which those 14 hours those orders could have been received Right, Mrs Thatcher One day all of the facts in about 30 years time will be published That is not good enough Mrs Thatcher I am just Mrs Scott Let Mrs Thatcher answer I think you've put a fair point Would you please let me answer I lived with the responsibility for a very long time I answered the question giving the facts not anyone's opinions but the facts Those Peruvian peace proposals which were only in outline did not reach London until after the attack on the Belgrano That is fact I'm sorry That is fact and I am going to finish did not reach London until after the attack on the Belgrano Moreover we went on negotiating for another fortnight after that attack I think it could only be in Britain that a Prime Minister was accused of sinking an enemy ship that was a danger to our Navy when my main motive was to protect the boys in our Navy That was my main motive and I'm very proud of it Mrs Thatcher Today all the facts will be revealed and they will indicate as I have said